朋友们,大家好 7月9日,网易新闻对话贯车从业者 中储良回应纯属推卸责任 把关不言去个车就能装 一位有8年经验的微化品贯车司机告诉网易新闻 非实用油贯车拉实用油 是出货方管得太松 不查贯车的相关资质 中良储的回应是在推卸责任 把关不言去个车就能装 司机表示 很多普货贯车还会拉危险易燃品 他所在的厂就有普贯车天天拉危险品车的货物 厂里边都没人管 现在贯车行业太内卷 能有货拉就算烧高香 有的人甚至一个月没有接到货 油贯车价格近60多万 每个月要还一两万的分期款 还要养全家人 必须得想办法多拉货 网易新闻怎么看待中储良的回应 中共体制下 连基本的食品安全都无法保障 这个政权还有何可信度 贯车司机为了生计铤而走险 捕获贯车拉危险品成常态 凸显了行业的混乱和监管的缺失 这背后是中国在独裁体制下 经济陷入内卷 百姓只能在家缝中求生 中储良的推则只是冰山一角 整个系统的腐朽和无能 才是真正的病症 7月10日 第一财经记者证实 目前这辆油贯车的轨迹 已无法查询 中良集团回应混装油贯车轨迹 东莞市监局已对相关公司专项检查 据第一财经报道 记者试图用第三方数据平台 查询那辆油贯车轨迹 发现已无法查询 一家货车数据服务平台的人士证实 该车轨迹9日上能在外部数据库查到 10日已消失 郑州金水河道户坡塌方 花费25亿刚进攻半年 郑州市金水河道干瓜大理石砖是否合理 7月6日 红星新闻记者 从郑州市城乡建设局组织宣传部获悉 此前确实就金水河道综合整治发布过招标公告 局里已关注到网友质疑的声音 领导正在宣传部开会讨论 截至7日发稿前 暂未获回应 郑州金水河河道刚进攻半年 就出现户坡塌方 之前 该河道曾因花34亿贴词砖 引发舆论批评有人问 失业率这么高 为何社会不乱 因为这批孩子已经养费了小学接送 中学接送 高中接送 补课班上着 花十几万补课费 高考400来分 就能上个普通本科 上大学再玩四年游戏 养成了自私 从不关心父母的性格 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 就在家打游戏 父母催急了 又抑郁了 又不想活了 把70 80后父母折磨的 想死都不敢 怕自己死了 孩子再饿死了 以前的家庭孩子多 不上学了 是不可能天天在家待着的 因为根本待不住 能无聊死 天天出去闲逛 打架斗殴 社会问题很多 很乱 不像现在有电脑 手机 玩起游戏来 饭都可以不吃 房间都不出 朋友家的一个男孩 大学毕业几年了 工作没干一个月 天天在家玩电脑 所以说现在失业率虽然高 但这些不工作的孩子 一点都不急 而且还乐得其中 像极了清朝末期西鸦片 都是行尸走肉一半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 已经成废物了 一位网友发帖说 我梦中的新闻业的工作 会包括 第一步 爆点 媒体做了油关报道 引起广泛关注 第二步 广度 媒体扩大采访面 揭示出问题波及的惊人范围 同时 有科学报道来解释问题 可能造成的健康危害 有医疗报道 解释近年来相关医疗案例的增长 有经济报道 谁多赚了多少钱 公众为此付出了多少经济代价 等等 第三步 黑幕 媒体找到了特定公司内部的消息源 挖掘其不负责任的全链条事实 包括工作程序 利益链条 责任体系等等 事实揭示出 根源不是个人问题 是结构性的问题 即 其不对公众负责 只对缺乏监管的监管负责 第四步 深度 监管疑云 是什么导致特定公司如此肆无忌惮 第五步 责任 对丑闻负责的人出来承担责任 哪怕是替罪羊 第六步 改变 法律法规的改变 监管体系的改变 特定公司的改变 行业的改变 媒体推动社会变革 第七步 社会进步 不仅是具体事项的进步 还有社会纠错能力的进步 社会自身力量的进步 网友们发现 带北京的几所大学的学生 几乎都吃了混装油 这是媒体根据汇服散油流向调查出来的冰山一角 有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这只是冰山一角 流向还有企事业单位 几乎无差别留到了大型食堂 进入群众位中 这次食用油罐车混装事件 能跟当年的三巨情案引发的奶粉安全问题一样 将载入实测 透视4000万吨食用油产业链 设施企业客户 为北京多索高效食堂供油 你要说食品管理很松吧 没正拍黄瓜 都能发现病重罚 你要说管控很严吧 油罐车混装无异于投毒 已经数十年 还有网友说 谁要是能在国内 找出一辆食用油专用罐车 我跪下喊他一声爹 现在的问题是 国内就没有一辆食用油专用罐车 去找问题罐车流向 多此一举 去找企业核查 也是多此一举 国内根本就没有食用油专用罐车 所有在国内分装的食用油 都是油罐车混拉的 是所有 如此简单的逻辑 还需要去废脑 去猜哪个企业食用油有问题吗 有人问 怎么避免吃到拉煤油车拉的食用油 网友回答 你有资格吃官员特工的食品 就能避免 阶级斗争不离口的地方 阶级划分最森严 现在 如果有哪个食用油牌子站出来说 我里面没有矿物油 立马就能成为全国名牌 都有谁 站出来 我马上去买 那个罐子就不是洗不洗的问题 而是根本不应该用同一个罐子 饭馆用夜壶给你上来的素米羹 然后跟你说 餐具都是严格清洗消毒的 你干嘛 就应该食品罐车专用 连这个最基本的底线都没有 哎 无法无天 在汇服粮油对记者的回复里 可以看到 用梅制油罐车运输的 是客户自提的散油 在其官方公众号一则推文中 部分被汇服粮油称为散油销售客户的名单中 包括了三合亚王食品 上海普药农产品 上海凯业粮油 北京市集粮福 众和御丰粮油 天津华科科技 保定鸿海粮油 方顺联合粮油 沈阳中城供应链 检索公开信息看到 上述公司中 有不少做的是餐饮供应链的生意 例如市集粮福 工商信息显示 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 以农副食品加工业为主 公开招标信息中 其生意涉及高效食堂 曾在2017年 2021年与2022年 分别为首都示范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大学食堂 供应食用油等原材料 三合亚王食品 有限公司的官方简介中 则称其客户 包含下级代理商 与各大农贸市场 食堂饭店和食品厂 鲁花声称 都是自己的车队运输 结果就有网友 翻出2010年的新闻 鲁花解散了所有车队 都是外包运输 这就很尴尬了 啪啪打脸 鲁花集团在2002年 就卖掉了所有运输车 贯车行业公开的秘密 中储粮的人知道吗 我想知道的是 还有多少行业的公开秘密 老百姓不知道 关于贯车 我一直认为 就应该专车专运 清洗贯车 是不可能清洗彻底干净的 清洗贯车的难度很高 怎么清洗 如何清洗彻底 司机有这个本事 保证清洗干净吗 只要做不到专车专运 这个事就解决不了 其实运输活余的车 因为存在这个问题 运渔车运完这个鱼 运那个鱼 运完鱼 运螃蟹 运完螃蟹 运鲍鱼 司机都是小散 个体户 不可能清洗车相提的 有时候一条与孔雀 实率超标 你都无法追溯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很多行业都在卷价格 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省成本 看似繁华似锦 其实败叙其中 更有网友开玩笑说 长期以来 我炒菜起火 一直以为是我的厨艺精湛 现在才知道 是菜油里加入了煤油 油罐车混装事件 持续升级 九年前就被曝光过 污染油城学校专供 这次食用油的波及面 很广接接实实地 把这口煤油化工品 喂给全国14亿人了 谁都没躲过去 起码为了十年 杀人无形的毒油 煤制油灌车 拉食用油曝光后 有四季说 煤制油还算干净的 有时拉工业废水 塑化剂 废机油 碱水剂等化工液体的灌车 也会混装食用油 这些灌车 都是几十吨的载量 卸货时残留几公斤 乃至几十公斤的化工产品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这些残存的工业废水和废机油 混入食用油中 相当于给我们入口的东西 集体偷毒 钟储良回应灌车运输油灌混用 除了煤制油 像工业废水 塑化剂 废机油 碱水剂这样的非微化品液体 普通货灌车都可以运输 看完之后的第一感受 是新京报那位记者危险了 我本来以为只装煤制油 这下牛逼了 各种短期内不会有问题 长期有着充分致癌潜力的好东东 汇聚一堂 总有一款适合你 工业废水和废机油中含有多种有毒物质和重金属 钳 拱 肝癌 肾癌 有机污染物如 本本一加 本 甲本 二甲本 血癌 如果只是煤制油 这方面倒还不那么要紧 多环方听 上次已经讲过 皮肤癌 膀胱癌 塑化剂 譬如 零等二甲酸质类 内分泌干扰效应 长期摄入增加乳腺癌 卵巢癌 高丸癌 碱水剂中成分如甲醛类 血癌 食用油是一种支揉性物质 容易高效率吸附和溶解其他化学物质 吃下去之后 一些部分 特别是重金属 容易累积在人类体内 导致长期问题 不仅致癌 对神经系统也有摧残潜力 这样的情况下 别说不清洗直接装吃的油 就算经过清洗 如果不是极其彻底的清洗 有害物质依然极其容易残留 几乎肯定会导致食用油的污染 而各种毒物反复交叉污染之后 情况只会愈发复杂和严重 最重要的是 癌症发病那一天 你根本想不到原因 就算知道也几乎没有追责的可能 也是服气 也有网友猜测说 这件事会这样结束 一 民用食用油爆雷 二 控制不住局面 就把所有品牌拉进场 把水搅混 搞乱市场 三 选几个听话的食用油品牌洗白 资权大佬引进所谓外国品牌 库存油上传出海转一圈 拉回来在内销并抬高价格 类似于新西兰奶源 更适合国人宝宝体制 四 拉一个娱乐圈大咖下水 换个话题遮盖上面的话题 五 大家继续吃 相安无事 辽宁易景区 月薪五千招野人演员 景区回应 很快就招满了 景区回应野人演员 日薪两百 可抢游客午饭近日 网上多个兼职当野人的视频 引发热议 视频发布者称 在辽宁本西关山湖景区当野人 工资一天两百元 中午可以抢游客的午饭 工作内容就是扮演人下游客 视频中 六七个装扮成野人的工作人员 手拿木质弓箭 敦服在地上 模仿野人动作和声音 还不时与游客互动 7月10日上午 爱京市直播记者 联系上本西关山湖景区 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景区野人演员已经招满 20人左右 已经满员不缺野人了 很快就招满了 工作人员介绍 野人演员上班时间 从今年4月到10月 工作时间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 工作内容 是装扮成野人和游客互动 月薪5000元包午饭 而野人演员可以抢游客午饭为不时消息 下面是中共宣传部门 发给下属单位的指导信息 针对目前各地恶性报复社会事件频发 宣传工作中 要注意强调与美国枪击案的根本区别 美国报复社会的案件 是美国社会制度缺陷导致的 是必然发生的 不可避免的 而我们是偶发的 是嫌疑人个人感情工作受挫引起的 与国家制度治理没有任何关系 以色列学者张平发帖说 美国选总统投票 不验证身份 真是搞不懂逻辑何在 以色列投票要查两次身份证 进投票站查一次 没身份证 根本不让进 进投票隔间前 要拿身份证给监票人 在电脑系统里查验登记 然后进入投票隔间 确保只有你一个人 绝对不受他人干扰 只按照你自己的自由意志 做出选择 邮寄选票的话 你怎么保证 投票人不受他人干扰 请不挨rais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